这是我们跟总裁这15年以来 第一次他这么爽快 这么快的答应 台塑工会代表语气之中满是感慨 劳资双方历经40分钟时间拔河 总裁王文渊点头答应扎薪 达成13年的满贯记录 劳资双方一个比较融洽的 这个气氛上持续在进行 今年度的这个调薪 就是2490这个版本 最为一个白板定案 防疫考量台塑总裁王文渊 以及四保董事长没有下楼谈话 但台塑员工Blue Monday不忧郁 工会草案加薪4.5% 台塑高层一口答应 因为六月份消费者误加指数 年增达3.59% 就怕加薪幅度不够大 薪水被通膨吃掉 员工仍然有奖多拿到两张千元大钞 主要因为台塑四保去年大赚超过2400亿 今年上半年也赚近1100亿 回顾近五年台塑的扎薪幅度 除了2020年疫情严峻只有1.5% 去年大手笔加发1万元的未免金 今年不遑都让 以基层员工薪资55467元计算 调薪4.5% 平均月薪逼近6万大关 谢谢啊 台塑年度调薪会议圆满落幕 劳资双赢 就看这份好心情 能否成为台湾企业的加薪指标 环宇新闻众提前文章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